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47岁一直没结婚是什么原因啊 那时候我的爸爸跟我妈妈他们就生了我们八个姊妹 家里调窃的话 银行几啊 我是第五个了 调窃也不是很好 我爸爸过生的时候那年是只有54岁 我当时还在10岁 所以我想以前的时候那时候是很苦的 是妈妈一个人后来把你们拉折大的是吧 我妈妈 所以把这个时间就投到现在了 没有结婚 是不是跟家里的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对 她的家庭情况你也了解吧 基本上反正也了解 要为啥那么理解她呀 她对你好吗 她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年前给我爸还打个电话呢 就问候我爸给我爸打了点钱 那意思就是让我爸就是过年了 买点什么了 买点吃的玩牌啥的 就是潇洒的了 就是那意思叫拿钱当给她零花钱玩玩 就是做事比较周到 对你好吗 对我也挺好啊 我觉得生活里还挺体贴你的 对 你就是 她唯一的就是骗我 我就说接受不了 除了她这个在经济条件上面骗了你 对啊 包括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上有反复 我就感觉你为啥跟我不说真话 这个 你有没有能力 还得我也不可能 那什么 你除了这个 比如说在孩子问题上 我觉得叫反复 除了这种大原则上面 刚才你也说 她对您还基本算比较好 她这个人还有什么 让你不能接受的吗 她接受就是咋的 我问她抽烟嘛 她说不抽烟 我就不喜欢抽烟 这男人 我们俩这样没多久呢 李世平她叼的烟呢 说不抽烟 完了烟还个嘴叼的 抽烟 对啊 你就不能说抽烟实话吗 原因是这样的 我以前是盖了很久的烟 没抽烟了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抽烟的原因呢 也是引起家里条件 经济方面压力 想起来很滑 很滑的话 我也不愿意说出来 我就抽抽烟啊 有时候在外面娱乐一下 打打小牌啊 开心一点 你看看看 这牌又打上牌了 根本不打牌的人 她怎么又打上牌了呢 你说她是不是又在骗我 主持人 你说的我这说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账 我就感觉她这人 我没法判断 对呀 我都感觉她这人 怎么一点点 能够自个儿都说出了吧 还打牌啊 那我打牌不是 天天 都是朋友 我说的一天不着家 整个半天是 格外的玩牌呢 你能跟她落在一起吗 她的人呢 太闷 那啥话就不嫌疑说的 就说出来 有啥事就可以往处说嘛 我哪儿不对 你也可以说嘛 不说 就闷在心里 你跟她说半天话 不得跟你说一声的 就像我是跟她说话 就说一小时 她都一小时不再勒你 太内向了 你是怕她吧 对 还不吱声 还说怕我 我就那么凶吗 那个是怕她 为什么怕她呢 你是怕她离开你呀 还是怕什么呀 还是你爱她 所以你不想让她生气 到底怕什么呢 你能说得清楚吗 我怕她 心里面也爱她 我就不想跟她闹 我说有自由 不说为好 闯在心里 你看她闷在心里 不说 好像你不说我能知道吗 个心里闷的 我特好奇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长沙吧 就是我有个朋友 开个是饺子馆 后来我就给她饭店 帮了是一段时间忙 因为她呢 是我朋友的第二产客 朋友呢 就跟她挺了解的 然后我朋友就说 这跟我俩介绍出了 我是个二婚的 我认识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